为什么你的双土一直没有颗粒感 吹奏的黏黏糊糊 甚至还有孤阴的 还有口水的 首先第一 你的腹肌无力 你用的是胸腔的气息和嘴里挤压出来的气息 就会导致口水孤阴 为什么没有颗粒感 大家想一下 如果我们的腹肌是个棉的 它怎么会有弹跳力 所以在这里大家第一就是列了我们气息腹肌的弹跳力 那么双土的口弦 在这里要着重记住多多的补顿酷音 酷音 舌根法里 朗读口弦 可恶 嘴角收住 一定切记不要 我们要站点 这样来 我们的舌根 多列写我们舌根的力度 然后再吹 用在葫芦丝上 多补酷音 在我们吹做双土的时候 那么你这个酷音 它就有颗粒感了 好 给大家总结重要的三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腹肌的弹跳力 多列写我们的大拳 吐司 狗产气 腹肌的弹跳力 再就是列写我们舌肌列写 列写我们舌头舌筋舌根的力度 然后再多多列写我们的手指 因为在遇到非同度音的时候 要求手指和舌头的协调性 赶紧点个关注 跟着小老师一起来练习 我们下期见